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向大自然学习大智慧 后面这一系列会 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陆续协助大家 怎么样重新认识大自然的奥妙 怎么样重新认识大自然是有情有灵 重新来认识大自然 当你越深入了解之后 你才知道原来大自然充满了大智慧 而且大自然都是以身作则在视线 你表面上觉得他好像没有在讲话 但是要知道语言方式有很多种 不要用人类习惯听的那种语言 认为那个才叫做说话 不是 大自然表现的方式有非常多种 所以希望大家要学会读懂大自然的 无智天书 学会读懂大自然的奥妙大智慧 来我们现在请大家进入大自然大学堂 来向大自然学习大智慧 前面这几张你们就可以看到 跟之前的不一样 而这一系列真的也是 是剧组很奥妙的书胜音源才拍到这一系列 而这一系列现在播出这也算是全世界首播 在其他地方甚至在东北这一系列都没有播放出来 因为很忙 那时候没有时间整理 最近陆续把它整理出来 这一系列非常珍贵 我们要进入冰雪画廊 清净世界 这是中国的雪香 在东北黑龙江的冰雪画廊 它就透过一些书胜音源 然后邀请我到那边去观光旅游拍摄 过程也是很奥妙 我现在略是用讲故事的方式 带领大家进入冰雪画廊 好不好 在2013年的时候 我应某个培训公司的邀请 有到黑龙江去带过一系列的课程 黑龙江亚布利的江总 他有来参加课程 而且感觉收获非常多 他也应用到他的事业 还有他的家庭方面 觉得非常好 后来也在其单位也办过课程 不过几年来与江总 因为我很忙碌 他也忙 所以好几年没有联络了 结果在去年年底 2021年的12月31号 江总他透过东北学院联系 想邀请我前往冰雪画廊旅游拍照 因为他知道我是大自然代言人 会拍照与世人分享 因为他觉得那个点非常的殊胜 他觉得这个是可以拍出来 然后向全世界的人来分享 但因为自己没有 这是无法确定时间 所以没有明确的答复 因为我的时间往往都是要看大自然的安排 结果也没有告诉江总 突然我就于1月6号到达黑龙江 因为黑龙江的学员有通知江总 结果江总他隔天就过来邀请 我觉得他很诚心 也非常好 所以随即答应前往 就很快 1月7号那一天就答应前往了 本来预定1月8号要前往冰雪画廊 不过当天刮风下雪 江总表示 阴天下雪 所以改明天前往 就在附近赏雪玩雪 这时候东北黑龙江这边的气温 晚上的话零下20度以下 白天的话也大部分零下15度左右 零下15度到20度 这是1月8号那一天 到江总接待的这个地方 因为还不是要去观光的景点 这是他接待的地方 到这边那天下大雪 前面刮很大的风 刮很大的风之后 然后下雪 下雪 所以那一天我们就没有外出 就在附近 就在附近 你们刚才不是在韩口澳吗 这个地方算是中国很重要的 东澳滑雪选手的训练场所 冬天的冬季旅游 还有滑雪 还有国家培育滑雪选手方面的 就是在这个附近 他算是很有名的 黑龙江亚布利滑雪场 那是培育国家滑雪人才 所以冬澳的选手很多早期都是在这边培育培训 好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个是江总他经营的单位 真的也都做很多的工艺 那一天因为下雪 所以我们就在附近来观光旅游 这个是大家在雪地玩滑雪的情况 好 这个是东北黑龙江亚布利的情况 1月9号那一天天气非常的晴朗 我们就出发前往冰雪画廊 大家觉得大自然对我们真的非常的厚爱 因为昨天刮风下雪是大自然在清理场地 将人类所造成的空气污染 各种污染清理干净 你看 冰雪画廊也是一个清静的圣地 他已经在安排我们过去参观 这是大自然在安排的 因为我决定到那边的时间很冲促 所以就变成我们到的时候 然后大自然用前一天赶快打扫 赶快把那些人类造成的各种污染污霾 把它都清扫清扫 结果我们9号那一天就出发前往冰雪画廊来参观 我们来看 这个是沿途 已经进入所谓的中国的雪香 如果你到黑龙江那边问雪香在哪里 它这是一个景点 雪香一般人就知道 但是雪香里面的冰雪画廊 这个听说也是最近这十年来才开发出来的 好 我们现在沿途进入的都是一个雪白的世界 天气非常的晴朗 来 我看这一段邀请大家一起来诵读一遍 好 起 天气非常晴朗 出现在眼前的是干净 清净污染的世界 雪白世界加上干净的天空 很能欢喜清净恨心 启发良心 爱情 我们的生命来自于大自然 我们的心灵本来就如是清净 请大家用清净的心灵来感受来体会 因为这一系列非常的殊胜 等一下大家看到的 出现在眼前的都是干净清净污染的世界 地上是雪白的世界 天空是非常干净的世界 所以这一种你进入到这样的情况 它很能够唤醒我们清净本心 启发良心 爱心 所以这一系列让我去拍摄主要是要 透过这样的一种干净雪白的呈现 然后让我们每个人 能够唤醒我们的清净本心 启发良心 爱心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来自于大自然 我们的心灵本来就如此的清净 所以这是要唤醒我们每个人的清净本心 来欢迎大家进入大自然大学堂 请用清净心灵来看 你看 看看 这个是雪白 清净 宁静 当你进入到这样的世界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你看 大自然是这么样的清净 宁静 干净 你会体会到大自然的神圣专业 天地父母邀请我们进入清净洁白的世界 来 这一段请大家一起诵读一遍 天地父母邀请我们进入清净洁白的世界 让大自然来净化我们的身心灵 让大自然启发出我们的清净存心 所以不是像一般游客 只是走马看花的这样看一看 大家要会看懂大自然的无知天书 这是天地父母邀请我们进入清净洁白的世界 让大自然来净化我们的身心灵 让大自然启发出我们的清净本心 来 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雪香的一个景点 中国雪香 世界共享 这个地方留下了积雪的量 比其他地方还多 当然你阳光晒的时候 它也会融化一些 但是这个地方经常在下雪 中国雪香就是这个地方 它经常在下雪 所以地上 屋顶上都会积很厚的雪 这是那一天大家一起过去的一群人 最左边的这个是江总 大家用心灵来感受 这是宁静 清净 神圣 庄严的世界 它会唤醒我们 我们的心灵本来就是这么的清净 这一代层的月以后 所有的大山都会有形化 以真是建议之间 也有许多有点 有点 Insert 庄丶的 和 跟 公共 广 numbers 和 公共 广 广太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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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来看这个 你们 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个树干上 好像有个小孩子 在那里爬树 有没有 你看好像有个人 在那里爬树 我没有问他是不是姓庞 真的 在这样的一种清静的世界 你到那边 你说 我们什么污垢 什么心灵污垢 你到那边 你就觉得很神圣 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大家陆续看 这个树 它是没有树叶 因为冬天 东北的树叶 绝大多数都已经掉光了 但是它却呈现出 非常的神圣 宁静 庄严 看起来没有绿叶 但有没有枯死掉 没有 没有枯死掉 所以这个就是大自然的变化 有春夏秋冬 冬天的时候 绿叶都掉光 但它并不是死亡 也不要把认为说绿叶掉光 就变成认为它好像很丑 它不是丑 也不是死亡 它只是大自然神圣的变化 当进入到这样的阶段 一样 它蕴藏着非常雄大的创造力 生命力 等到开春的时候 它就会又会 把它的生命力又活出来 当然它现在 有它现在的神圣庄严 所以在东北那边看到一句标语 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 对 真的 这里就是在印证 我们现在要感受 这么样的地上是雪白的 这些树上也挂着很多白色的雪 天空是这么的清净 天空是这么的清净 当你进入到这样去感受 你就会觉得 原来大自然是这么的清净 你看到的雾霾的世界 那个不是大自然本有的 那是人类造成的 你看到流水肮脏 那个是谁造成的 是人类造成的 你看到生态环境破坏 那是人类造成的 所以要知道 这是天地父母的邀请 这是大自然盛大的饗宴 来 请大家进一步 继续深入来感受 看来一种神圣庄严 所以这一系列 这个是你要用心灵来感受 它的雪白 它的干净 它的灵静 都是代表 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的清净心灵 也就是所谓的明德 也就是我们的良心 清净本心 好 我们现在在进入雪香的另一站 一般的游客大部分在前面 而后面的这一部分 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一位超级的导游 江总 他之前就已经去探路过一次了 这个地方一般游客很少进入 它也是个景点 但是因为雪量都很多很厚 所以一般游客很少进入 除非是专家级的 江总为了接待我们 他前段期间 他还跟他的另外的干部 到这边先去探访过 先去了解 来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区块来看 像它这个积雪 林下树下的积雪 至少都有一米以上 如果你这个没有有熟悉的人来探路的话 你一方面 你走进里面 一个是不好走 第二个 你可能就随时掉入到很深的地方 它如果超过一米 你掉到里面 你要出来不好出来 不好出来 虽然不会被淹死 但是要出来不好出来 我们也感恩他们这样的一个用心 前面都有来探路 我们现在带领大家 进入这个很神圣的大自然圣地 在这个森林上面 下面它都下雪 有的结冰 但是下面 最下面 有没有水在流 很多地方的一样 还是有水在流的 所以现在有听到一些流水声 清静解百宁静的世界 蕴藏无限生机与创造力 来大家好好提会这一点 清静解百宁静的世界 但它却蕴藏无限的生机与创造力 所以我们要恢复我们的清静的心灵 你要能够静得下来 那个是进一步要让我们生命 重整 净化 提升 蕴藏下一个阶段的无限的生机与创造力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用心灵来感受 请用心灵来感受 这是处在最低下流动的水 也可以结成冰 铺在地面上挂在树上 水它没有颜色 但它也可以化成为清净洁白的雪 水它没有颜色 水它没有颜色 来,这一段请大家一起诵读一遍 好,起 所以我们要了解 大自然它本来就是清净干净的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净土天堂 所以我们要了解 各种污染 你看不惯什么,看不惯什么 第一个是人类污染 第二个是因为你本身观念之间有问题 你也受污染,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希望大家重新来认识 原来我们的身心是如此的清净 本来我们就有这样神圣清净的心灵 所以不要忘了 我们向大自然学习,这一系列就是要让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神圣,很清净的神圣生命 好,我们继继续进入来感受 让大自然来感受到我们的神圣生命 我们要向大自然来感受到我们的神圣生命 我们要向大自然来感受到我们的神圣生命 告诉我们大自然原来的面目是怎么样 然后唤醒我们 因为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大自然之子 我们的生命都来自于大自然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都是天地父母在养育 都是大自然之子 所以大自然本来有的特征特性 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具足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 所以什么叫做我们的清净面目 本来面目 用心灵来观看 来欣赏 来,你看 那个太阳的左边边 好像有一个人躺在树干上 稍微停点肚子 然后他还开口在那里 赞叹 哇,太棒了 有没有 在树干上躺一个人在那里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 你就躺在大自然里面 欣赏大自然的奥妙 然后让大自然一方面净化我们的身心灵 一方面唤醒我们神圣的生命 这才是这一系列真正最重要的重点 所以希望大家 不是只是看风景的那一种心态 看热闹的心态 是要真正读懂大自然无事天书 还有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清净雪白的世界 里面有一位小小的白雪公主 有没有看到 她的有眼睛 有嘴巴 这个小小的白雪公主 就在林中 我们也跟她打招呼 跟她打招呼 然后继续进入 继续进入这个雪白的世界 去进化 去感受 好 还有精彩内容 下一节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OK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就是与文明的摇篮 呼应云朵白 仰望蓝天蓝 人类的母亲名叫大自然 你是一株草 蔓延的生机 带给我们纯净清醒的空气 你是一朵花绽放的奇迹 一万年轮回这芬芳的四季 我们属于你 你是大自然 雕像鱼儿属于水 鸟儿属于天 白属于大草原 我们属于你 你是大自然 旧身风吹拂森林 云润的蒙天 共存共生才有 和谐的家园 大草原 大草原 高科学生 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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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